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Icy來到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物館 來看我們清代廣東畫髮廊的一個展覽 那我們想要請問一下 Icy我們剛剛看了一些展品 有沒有覺得你特別喜歡或是印象深刻的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眼界大開 然後呢就是主題很適合我 因為我本來是一個就也算是 就媽媽和家庭主婦嘛 然後很喜歡買很多不同的一些就器具 而且我看到就是有一些主題 就很多是跟一些可能大戶人家的 就媽媽或者小孩有關的一些 就很多女士的一些主題 為什麼呢 對因為當時女性在家庭中 其實可以說如果就家庭方面而言 它其實可以說是一個主要的角色嘛 對所以當在描繪這種家庭生活啊 或者是比較內部家庭的一些 所謂的閨房的這樣的一個生活情態的時候 女性其實就真的是主角 我覺得我很喜歡就很類似的一幅 就是一個零花式的一個棚 就比較大一點那個棚 然後它就是有侍女光畫 然後陰系圖 就是小朋友就在旁邊玩這樣子 然後一群可能就媽媽們 或者是親戚們 就好像平時我跟朋友這樣 就一般女人吧聚在一起 然後我們可能會一起聊天啊 或者是說一些日常的東西 然後小朋友就在一邊玩 那因為就是那時候 在當時尤其親戴的時候 這樣子母親啊 然後跟小孩互動一個非常 受到歡迎的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他們就是母親們也認為就是說 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女性也是一個很辛苦的角色 對所以其實當時很多就是女性 就是一樣是受到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女性 他們都會寫一些詩詞來有點像是 要傳給他們的後代說 不要忘記母親的一個辛勞這樣子 說到這個簡直就戳戳到我的痛處了 對 因為有時候比如就以前是可能畫畫 我們現在可能拍照 然後有時候你就在那些社交平台上 看到很多媽媽可能很漂亮抱著小孩 或者大家就是在一個很美麗的地方野餐 或者是跟他們一起做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但然後我有時候就想 他們在美麗的外表後面 其實有時候在家裡就是 可能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覺啊 然後要餵奶啊 然後有時候被這小朋友氣的了 就是有時候就是那個情商要很高 所以確實是的 就作為母親有幸福的一面 但是真的是含辛茹苦喔 就是養兒100歲長幼99的感覺吧 所以我絕對明白這種心理 而且就是大家有一個固有的概念就覺得你是一定能夠做好的 而且你一定要做好 對我覺得你剛剛說到一個很棒的一點 就是背負著其實很多期待 這種好像要面面俱到的一個情況 對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畫面 它雖然那個畫面裡面的主角是女性 可是其實這些構建這些畫面 其實很多都是男性的期待在裡面 對所以因為畢竟這些出外的一些外面的事物 其實當時在新代 尤其傳統中國都是男性在負責嘛 所以這種女性好像 另外一方面也會覺得好像被只限縮在家庭裡面 好像這是一種男性給他們的一個框架 或者是像您剛剛說 好像大家都很期待我們想要做得很完美 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畫面也都呈現出好像美好的生活 這樣子很棒的一個就是平靜 然後安詳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們其實雖然是跟小孩的互動 不過其實他們就是想衍生到 婦女在整個家庭的一個角色 剛剛說我對那一幅就是 是女官化 陰系圖 很有感覺就是 我平時在家裡可能我會寫書法 然後我坐下來寫的話 我女兒就會走過來 她就會有趣地說 欸 這個是什麼字啊 然後人 小 這些她都看得出來 然後就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然後她毛筆跟平時的筆不同 然後她又覺得好像畫畫的感覺 她又會拿我的毛筆去寫字 然後我們就一起寫 雖然她也未必寫得好 但是這也是一種一起學習 或者就陪伴成長的一個過程 就是生活的體現 所以無論是古代或現代 人類的生活都是一樣的 而且就是靠這些的藝術作品 然後可以表現出當時這種生活的 就情態 就是用一種藝術的方式去看到一個 現實的生活意境吧 成功的生活意境